Hi, 這條影片是廣東話的 如果你需要一個英文版,請留言告訴我 這條影片是在廣東語,如果需要英文版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我會做得很快 我做這個頻道的初期都是想幫各位有緣的觀眾 省少少錢和省少時間 你或身邊的人有沒有想著拍片和YouTube 以及是不是想著賺錢的呢? 希望這條影片能幫到你或身邊的人 希望可以省錢和時間,就不要走於網路了 我還未在YouTube上大成功 YouTube每天只能給我兩個小腸包的價錢 都是想分享一下如何由零個訂閱做到一千 做到四千的訂閱 我在很多年前YouTube已經失敗過兩次了 有幾種人在YouTube會很容易失敗 第一種不太適合YouTube拍片的人 就是一片走天涯的人 他只是做一條影片而已 用了很長的時間做一條影片 他就沒有另一條影片了 他就想著靠這條影片放上去會成功 不好意思了 你只有一條影片 只有一個士兵又如何可以打贏這場仗呢? 因為如果你把你唯一的作品 放在一些宣傳效益都算是OK的討論區 都是很大機會會失敗的 除非你的影片有驚人的娛樂性或者資訊性 那些人很快就會廣傳 其實如果討論區真的有這麼大效益的話 商家應該就不用在電視上登廣告 或報紙上登廣告 以及每個人失業 拍YouTube就可以了 放在討論區就可以了 一直永逢才願滾滾 不好意思 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在2016年 我就做了人生中最想做的一條影片 用了一年時間 整整一年去做 但執行上有很多錯誤 我做了三種話 英文、普通話、廣東話 但在討論區就被人打了兩個字 說是垃圾 我當然就剷了這條影片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把這條影片重製、濃縮 成為一分鐘的短片 但短期內我應該都不會剷 第二種 不適合在YouTube拍片的人 就是他沒有一個專門的知識 他自己不懂又不知道自己不懂 又要裝飾 或者你是想做娛樂影片 但自己根本不搞笑 根本沒有娛樂性 所以拍片之前就有自知之明了 第三種不適合拍YouTube的人 就是他希望在短期內 可以在YouTube賺到大錢 可以代替到正職的人 不好意思 除非你的影片是精細之作 可以打得贏YouTube的雲端電腦計算 YouTube的首頁不斷推你的影片 又或者你有強大的名人社交網絡做支撐 不好意思 在YouTube和Google身上拿到一元 是難過在馬匯身上拿到一元 要在YouTube開戶口賺錢 首先要存夠一千個訂閱人數 而且要在一年內存夠四千個小時的觀看時間 初時不要說一千個訂閱 連一個訂閱都是很難爭取到的 我心深感受到 所以初時真的要做義工去幫人的心態 你不要期望在YouTube身上你會拿到什麼 有些人玩了幾年 都是什麼都拿不到 一元都拿不到 然後很不開心地來場放棄 第四種不適合YouTube拍片的人 就是他什麼都拍的 我拍今早吃了蛋治 晚上忘記了拆牙 第二天又講一下用的耳筒 又在街上收拾了十元 當然有這些YouTuber成功 但你目標觀眾沒有鎖定 確實是比較難一點 其實就算你不把你的影片作品放在討論區 只要你的影片標題的字眼是正確 裡面的內容質素OK 觀眾的觀看時間和喜愛次數多 其實YouTube的雲端電腦 一樣會在首頁上不斷推你的影片 但是當然你放在適當的討論區 都有一定的效益 累積觀眾的確需要時間 但要多久呢 就真的要靠你的運氣和努力了 我當初為什麼會去拍片呢 我看了很多外國單車的維修教學 他們是拍得真的不錯 但他們經常會推銷自己 很昂貴的工具 以及為人人都有的工具 我再搜尋一下香港的影片 其中一條就是做個波腳後面充氣 嗯...看看 為什麼... 有個閃在這裡 還要加背景音樂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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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花都猜到高級校很吵 師兄 可以用來炸街 但為什麼好像很蒙看不清楚呢 不是說三分幾鐘 改一顆螺絲 我想沾其他一些 唉... 所以... 你將不將你的代表作一開始就推出去呢 你自己決定 因為初初是沒有什麼訂閱 沒有人看的 你要知道 你只有兩個朋友會幫你 就是YouTube的雲端電腦計算系統 以及你主動在討論區 不要以為放在討論區 隨便整條影片放在這裡 第二天早上睡醒 就會有很多人看 賺到很多錢 不好意思 一切都是取決於你的內容 以及質素 以及是不是放在對的地方 那你千萬不要在Facebook 或者任何地方的Youtuber 新人區那裏 就叫人互Ad 互訂 互Like 那是絕對沒有用的 Youtube會知道 他們可能會BAN你的戶口 那你互Ad 互Like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都不是真正的觀眾 他們按了你的影片 按了訂閱之後 就會馬上走出來 然後就會影響你的觀看時間 成績 Youtube首頁當然不會推薦你的影片 而且他們會很快取消訂閱 但是很多人都是拍到很絕網 才會走這一步 包括初期的我 都試過 幸好Youtube就叫做沒有BAN我的戶口 還救得回 順悟 設戶Ad 戶頂只會令你的情況越來越差 我2020年11月11日 就第一條影片出門了 直到2021年3月2日 我的訂閱人數只有30 當中有十幾個都是認識的 單車的後面速器波腳 是最常見的一個零件 我就決定把這個影片放在Facebook的單車區 這條影片 誰知一個月之內 將我的訂閱由30人變成1000人 當然你放在討論區 也會有很多鍵盤戰士 走來挑你機 說買白癡的東西 我說這部影片是不需要反車 他又說可以反車 你那麼喜歡反車 你就去拍影片教人反車 這個是題外話 你除了擺討論區 擺討論區是有用的 但是最重要都是那句 影片的質素 之後人數都會自動增長 我之後就沒有再放在任何討論區 那拍Youtube 需不需要一開始買一些很貴的攝錄器材 是不需要的 現在這些中高階的智能電話 他拍片的質素已經很好 以及收音都很清晰 比以前的攝錄機 數碼相機 我頻道的影片 全部都是用這部電話 Samsung Galaxy Note 10 拍的 但是我這支錄音咪 就比較貴 配音的咪 又要1400元左右 但如果你沒有貴咪的話 其實是用一般電話錄音機程式 都可以做到的 現在試一下 試咪試咪 清不清呢 聽得 除非你要拍一些極高質素的旅遊風景節目 唯一的賣點就是你的影片的膨脹質素 否則是不需要一些高級的攝錄器材 一般提供娛樂或者資訊性的影片 一般手機三腳架 已經可以做到 加上一支鴨寮街的補光燈 有些人會花大量時間做影片 每次都會做好多特效 有些肩膜縮圖 超級專業 很漂亮 但出了十幾條影片之後 他又會放棄 因為Youtube的競爭很大 你要決定放多少時間在影片上 不是說你放很多小時 觀眾就會感受到不斷推你的影片 你要知道你想做的影片 和觀眾想看的影片是兩回事 如果你想拍的影片已經是很多人在拍的 你就要想一下你究竟有什麼特色 如果你想煮食 或者音樂 又或者是 共督笑搞笑 我想表演一個魔術 首先你們閉上眼 然後你就會見不到我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你就最好帶給觀眾 一些人擺不到上桌 只有你可以擺到上桌 假如Youtube有一天真的養得起我的話 我不需要再上班的話 我是會把我這部小寶 是會捐出去的 我講得出做一道 那無論你是拿去買 或者是自己用 我都會捐出去的 那我以前放假 有空會打機的 但打機是沒有錢的 除非你是電競職業選手 那還有幫不了人 所以現在拍影片 都可以假假地幫人節省時間 可能會節省少許錢的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